因果报应 何曾放过谁 这些杀人魔必遭天谴 大家好 我是莫蒂芬芳 泰国警方于8月13日表示 曼谷当局拘留了一名有真意的中国商人 他因为涉嫌经营非法献上赌场而被国际通弃 全球反诈骗组织在脸书指出 这个被捕的中国商人是缅甸、迪亚、地域、KK园区的物主之一 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诈骗及人口贩卖案件 因为数百名台人受害而在台湾引起关注 同时还有其他国籍人口受害 也引发跨国关注和合作 其中缅甸的KK园区比柬埔寨人口贩卖性侵更加残暴 为了从受害者身上榨钱 不惜摘下器官 透过私下管道贩卖至国际网络 而此次事件的焦点 中国商人舌志江便是该园区的业主之一 根据曼谷邮报报道 40岁的舌志江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逃避中国当局的追查 他在柬埔寨和缅甸克伦邦的水沟股 进行备受争议的大型博弈事业 以及在菲律宾的彩票事业 泰国警方表示 他的泰国签证在10日晚上被移民居留后被取消 正在等待引渡请求 法新社指出 国际刑警组织对舌志江寄出红色通缉令 在中国被指控非法经营赌场有关罪行 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 红色通缉令指出 舌志江出身于中国湖南 持有柬埔寨护照 非法所得高达2220万美元 约新台币6.6亿 几乎已经移转到国外 有一名被骗了一大笔金钱的中国受害者 自杀身亡 舌志江于2017年获得柬埔寨公民身份 但具体详情不清楚 柬埔寨政府规定 个人只要捐赠给政府25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749万 就可以授予公民身份 中国与泰国之间有引渡条款 但是完成所有流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国人被骗到柬埔寨缅甸工作 惨遭囚禁领略事件频传 一对小情侣在今年2月和朋友一起到泰国旅游 途中朋友邀请他们前往缅甸参观位于KK园区的 数位科技公司 没想到就此被囚禁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更没想到的是 三个月后女方怀孕 两人在8月鼓起勇气 趁乱逃回台湾 其中居中协调的关键救命人物也曝光了 根据报道 21岁的小吴与20岁女友小猪 原本只是到泰国旅游 却被朋友以参观科技公司为由 骗到缅甸 惨被诈骗集团囚禁 每天工作17小时 还被当成血牛抽血榨干 业绩若没达标就被殴打奠击 悲惨的经历 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今年5月 小猪透露已经怀孕 为了不让孩子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出生 小吴鼓起勇气 向诈骗集团首脑表明 愿请家人拿赎金换取自由 但没有下文 某天逮到机会的他 打电话回台湾求救 请阿公救救他们一家三口 大喊 我不要活了 真的活不下去了 心急如焚的家人 辗转早上 神武企业地军会的奇哥 有他出面拜托一名 驻守缅甸边境的外国将领协调 但因为缅甸内战 诈骗集团开出了条件 竟然不要赎金 要军货 8月初 外国将领透过关系 请缅甸军警围剿KK园区内的诈骗集团 闯货集团也丢下小吴和小猪 转移阵地 另起炉灶 小情侣才得以趁乱回到台湾 但目前仍然有300多名台湾人 被困在当地等待救援 海外求职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柬埔寨虽然危险 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地方 缅甸才是最危险 最不该靠近的国家 柬埔寨东南亚等国家的诈骗案件 引发超高国际关注 甚至传言联合国也决定插手此事 联合六国准备秘密攻坚柬埔寨西港大本营 以及被称为终点站的缅甸KK园区 KK园区之所以被称为终点站的原因 是在柬埔寨受骗上当的迪亚门 当一再转运 直到身上毫无利用价值之后 最终会被诈骗集团 人蛇集团转卖到KK园区 而在其他园区里 迪亚门虽会遭受暴力折磨 但因为还有剩余利用价值 所以相较之下 比较不容易被直接折磨致死 但在KK园区 迪亚门的唯一利用价值 就是身上的器官 所以被送到那里 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换不回属经的迪亚门 被迈去KK园区 会被押上船 在海上进行器官摘除 然后将尸体随手抛弃到公海里 毁尸灭积 再将这些器官贩卖 KK园区本身就有建立起 走私器官的庞大管道 而且因为已经是终点站 不会再有下游接手 所以根本不会在乎 租宅们的死活了 在园区里面 管理的人不怕有人死 因为死人就代表商机 加上缅甸国内政治动荡 政府军与叛军打伦 你死我活 园区又处于叛军势力内 缅甸政府就算想救人也不可能 人如果是在柬埔寨 动用关系交赎金 还稍微有机会把人救出 如果是在缅甸KK园区 最有可能的下场 就是交了赎金 大约2万到4万美金 折合台币为60万至120万元之间 但还是会被摘下器官 杀掉灭基 最终人才两时 台商到KK园区俗人 杜拜人开价5倍 强摘器官 撕丢大海 柬埔寨诈骗频传 但位于缅甸的KK园区 被爆出才是诈骗大本营 手段凶残 甚至从事人口器官买卖 一名台商透露 曾经带17万美元 到KK园区俗人 等了两小时后 却被拒绝 原来是有杜拜的买家 花了5倍的钱 要买同一个人的器官 该名台商透露 按照流程 器官被摘下后 尸体就会被丢入大海 永远消失在世界上 根据报道 台商小佩在缅甸 泰国边境 做了十多年的博弈生意 她透露 缅甸的KK园区 就是东南亚诈骗产业链的 最终站 因为除了诈骗外 园区内还从事人口器官买卖 小佩表示 7月她曾经贷了17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510万元 到KK园区俗人 没想到 等了两小时 却被对方拒绝 原来是有杜拜买家 要买同一个人的器官 而且开价是小辈的5倍 受害者在被下单后 就立即被送到海上医疗船 依照黑市流程 她的器官被沾下后 尸体就会被丢入大海 报道指出 KK园区的前身为AA园区 后来因为二名远播才改名 不过手法仍然一样凶残 吸引台湾、中国、港澳等地的 帮派大哥到此投资 成了KK园区的股东获金主 由于去年2月 缅甸军方发生政变 各地反军政府的民兵部队成立 开始与黑、黄、毒、毒、骗等地下产业勾结 借此扩大势力 取得军武资金 黑帮出手就20名在柬埔寨的台人 一名女生6月被诱骗到柬埔寨工作 由于过程中 她极度不服从 惨遭毒打、性侵 如今被救回台湾的她 也勇敢出面揭露事发经过 目前仍有许多台湾人被困在柬埔寨 连统处党主席白狼张安乐也介入救援 其中靠着两名竹联邦人物 共救了20几名台湾人 这位死里逃生的女生揭露受害经过 本来她在菲律宾旅游 有朋友的朋友介绍她 一个月2.5万美元的高薪工作 经过对方一个月的洗脑 她就动摇答应了 没想到当天接机的是一名台湾的胖胖男子 到酒店住了一夜后 这名女生在被载往工作地点的过程中 介绍人突然封锁她 这时她觉得苗头不对 但看着车越开越乡下 路边都是牛 没有建筑物 她深知已经跑不掉了 由于她在过程中极度不配合 因此多次被转卖 甚至被毒打性侵 最后透过Instagram求助 其他网红及民间团体看到讯息后 协助联络救援 而此次将她成功救出的是 全球反诈骗组织成员Sami Sami指出 当地的警官全都收贿 若是透过警官受理的案件 想再透过官员救援就没办法了 但受害者没有报警的话 他们就能收集足够证据直接走其他的管道 让当地的政府出手救援 因为赖不掉了 而目前还有许多台湾人受困在柬埔寨 白狼张恩乐这次也介入救援 其中透过竹联邦 文歌及齐哥帮忙救出二十几名台湾人 竹联邦首任帮主陈齐里 早期在柬埔寨发急 因此有一定的势力 不过势力归势力 救人还是要付钱的 而这名文歌在柬埔寨 柬埔寨有认识军政府及黑道人蛇集团 因此透过这些管道 成功营救了多名台湾人 在此提醒国人 柬埔寨只是第一手 最怕的就是被转卖到第二手的泰国 接着是缅甸 由于缅甸有一个KK园区 一级人口贩卖的终极战 属于缅甸的国境 但不属于缅甸的军政府管 它还有叛军灾 因此经营诈骗的这些人 几乎都是叛军在支持 你只要一辈送到KK园区里面 死路一条 据了解 诈骗集团手法 大约都是透过脸书 IG招募 内容包括到海外饭店 赌场工作 月薪6万元 不含奖金 机票及住宿都免费 人民上购后 就会开始进行面试 接着交出护照 由人员负责安排签证 还有专车接送 一条龙的服务相当吸引人 也让这些受害者 一步一步掉入圈套 提醒人民 透过网络求职时 应该更加小心谨慎 避免落入人口贩运 被害禁欲 被害禁欲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